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沙 今個月初, 我和朋友一起去喜記 在將軍吃了一個二人的晚餐 賣單大約是1200元 在我吃飯的途中, 見到兩位自由行 就是用FoodPorn, 用400多元的價錢 叫了和我差不多的晚餐, 但少了兩節 所以引起我念頭, 很想和大家分享 去住一旁吃東西和餐廳, 究竟有什麼經驗 首先我在家裡選了一間來來雞煲的餐廳 有兩個地址, 一個是在銅鑼灣的天后 因為我住香港, 比較容易去銅鑼灣 一進門口時, 視影很有禮貌 因為我是一個打爛沙培敏賭督的人 所以他們也很有禮貌回答我的問題 例如收費如何 因為Grupporn 已經在我用的 credit card 在Grupporn 收了199元 我去到的時候問他們 你們再會收我什麼呢? 他們就說, 會收茶錢每個人5元 然後, 飲品令計 小吃一個是5元 但如果你在Facebook 上 Like 了一個Like 你可以即場免費送一個5元的小弟 在影片裡, 看下小吃的圖片 我們去到的時候, 桌面上都是199元的價錢 在Click Clark, 我們又點了鴨飲品 然後, 加一, 茶錢, 各樣 在餐廳裡的行李, 提供服用 你看到, 餐廳裡的食物, 我認為是合價 當然, 如果有些人說不好吃, 口味是自然自然 另外, 我會覺得, 如果你給一個價錢 如果它是稍便宜的 要求不要太高的話, 應該是覺得是合價 好像這次一樣, 我認為是合價以上 服務態度, 我給四顆冰 食物的質素, 我給三顆半 食物的價錢, 我認為是合理的 原本是$398元, 不是現在版面上的貨物 但我$199-$30元, 當然是$207元 我認為是不錯的 這次的經驗都是不錯的 希望下次再會和你們分享 其他QPON, 或者有優惠的餐廳, 好嗎?